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色的矿场比我稍微慢了一点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肯定要去整这个黄色 在打这个黄色之前呢 我们把上面那个围墙围住 因为这个蓝色呢 它在这个位置造围墙 如果说我不造围墙 整个中国给它偷了 只要这个中国一偷啊 这个黄色肯定呢就没了 好 下车 但是正好呢 我们那个车子 靠近呢一刹了呢 它是出了一个蜘蛛 所以说呢这个偷车没了 但是呢也不亏啊 毕竟对方呢也出了蜘蛛 又出了那个地堡 目前我们有三个小灰熊 但是这个小灰熊呢 面对这个地堡 你看啊 对方只要再来一个地堡 加上冻民兵 然后再加上这个犀牛啊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呢 小灰熊进攻啊 有点失亏啊 你看这个黄色 已经有两个犀牛 目前呢 我们是四个小灰熊 再来一个五个 黄色呢是只有两个 它现在出了一个三个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小灰熊呢 还是不太好进攻 那么不好进攻怎么办 如果是拖下去呢 我们就更加不好进攻 所以呢 哈哈哈哈 我们造了机场 造了孔子部之后呢 非常专业的 就把这个基地给卖掉了 最近我打小孩的呢 特别喜欢卖基地 一言不合啊 我们就把这个基地给他卖了哈 我先造一个飞行兵 把地图的视线跑开 卖了基地呢 主要是呢 快速1500块钱 主要的作用呢 还没有造飞机啊 加上这个飞行兵哈 我造一个飞行兵 加上这个飞机的话 对方至少呢 要造两个铝带车 他造两个铝带车的话 你看是不是造出来的 他的坦克就少 目前对方呢 只有三个犀牛 但是他那个基地边上呢 有两个地宝 加上一些动员兵 感觉我们这个坦克呢 还是不太好进攻 毕竟这个小坦克呢 稍微的对吧 有点脆哈 那么到这里怎么办 如果是慢慢的往后面耗的话呢 更加不好进攻啊 所以说呢 注意看这里哦 我们准备拉着牛车扛伤害 坦克在后方直接点掉坦克 这样子这个黄色呢 他就没什么坦克了 好再点掉 但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小飞行兵的呢 也是比较严重啊 这个黄色呢 其实呢 还是挺亏王的呀 当时呢 他造了第二个矿场 放在那个右边哈 对方现在应该是卡钱 把这个基地卖了 我们先把这个坦克修一修 然后用这个飞行兵 把这个动员兵呢 先给他清理掉 只要他没办法再到地堡的话 待会我们这个小飞熊呢 完全对吧 可以上去继续点啊 然后这里呢 走过来一个工程师 把这个油镜一摸 这样子接下来呢 我的经济 就比他多了两个油镜 中间的还有一个油镜哈 对方的坦克过来 我们直接上去点掉他 然后点掉兵营 然后再把这个电场一敲 接下来他这个坦克造的 就会相当慢 对吧 毕竟没电了哈 然后我们飞机继续过去转 这个飞机呢 还是有点土哈 目前黄色的只有两个坦克 不过他那个重工面上呢 还有两个地宝哈 估计他呢 还是想硬撑一下 但是没有关系哈 我们直接坦克过去点杀 然后工程师下车 把这个重工一摸 这个工程师竟然没摸到这个重工哈 好我们点掉防空车 飞行兵过来点掉这个坦克 这样子这个黄色呢就没了哈 好再打掉重工 现在黄色已经没有什么生产力了 我们继续来回家把坦克修一修 这个时候呢我中间这个油井 哎哟被上面好像是航空母舰在炸哈 这里面呢好像是个蛋 但是一块地盘呢连航母都照出来了 然后打到这里呢这个黄色 他就很气愤 对吧 他在这里说哈 他说我来拼命 我肯定要拼命对不对 如果当时呢我们不卖基地拼命的话 一直耗下去的这个盟军进攻出境呢 特别特别吃亏呀 这个家伙呢相当的不服气 还在这里说对吧 就现在这个情况我能赢 确实啊就目前这个架势呢 我们没有基地真的不好赢 你看这个红色家门口好多地宝 上面这个蛋蛋色呢有航母 但是呢 他你看没有没坦克呀 他把钱啊全部花了 造这些玩意的 所以说呢我们赶快连打抬头 好下车把这个基地一摸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间 在家外的把基地收起来了 其实当时我这个工程师呢我感觉 一只脚都踏进了这个基地啊 瞬间呢被他收起来了 干脆呢我们就把这个蛋蛋色把它带走 其实呢我还不想那么快把它带走 我想利用这个作战实验室造一个间谍 只不过呢这个蛋蛋色就支爆了 那么最后呢就剩下这个红色 其实打到这回这个时间呢也不是很长 只有六分钟啊 但是后面呢跟这个红色打的时间啊非常的长 为什么打的时间比较长呢 因为这个红色呢 他是个美国有散兵 加上那个家门口这么多地宝 他那个家里面还有爱国者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小灰熊啊 目前呢肯定是不好进攻啊 所以我们在中国里面先造一个牛车 因为我有两个油警 加上又补了一个牛车 所以说呢我的经济是要比这个红色好的 红色现在也是在远远不当的造坦克 这个家伙呢好像跟我一样 把基地的也是非常专业卖掉了 打到这里大家可以数一下这个坦克数量 你看我的坦克其实是要比红色少的 而且呢他还有一些美国大兵 像这个小坏地出现一位一的局面呢 最最主要的就是谁能够扣至中间啊 你看对方 又放了把闪兵 加上原有的小兵 他的坦克瞬间出来了 本身呢他的坦克数量呢就要比我多 加上呢他还有一些辅助兵种 所以说呢中间目前的话我们肯定是不好守啊 不过呢我们也要稍微的撑一下 这样子我们坦克呢会越来越多哈 对方你看他不想给我机会 直接小兵加坦克冲过来 我们先跟对方来一波互相伤害 这一波打完架之后呢 感觉我的数量还是有点少 算了我们先战术性的往后面退一退哈 我们必须呢往后面拖一下哈 毕竟我有两个油警 比他多一个牛车 我们先在兵营里面造一些这个小兵啊卡在这里 这个小兵呢第一个可以扛子弹 另外一个呢还可以对方输出啊 就现在的话他也不敢冒热进攻 这个路口呢比较窄 谁进攻啊谁吃亏 所以说呢我们不着急哈 然后机场的话呢我们就准备造这个土飞机 因为现在他的那个防空不是很多啊 只有两个 多个人的话对付我这个土飞机啊 最起码呢要有这把两三个啊 我一个土飞机他最起码要两个多个轮 然后我造两个的话他最起码呢要造三四个 因为我的金钱要比他多啊 所以我造飞机对方呢必须要造防空 一旦他造这个多个轮 他的坦克数量呢就会慢慢比我少 对方这回呢放了一波散兵 看没有卡在这个路口啊 不着急看没有 两个土飞机先把他的多个轮给他整掉 这样子呢他就只有一个多个轮了 他必须呢再造 他造多个轮呢我们就造这个土飞机 反正就是用飞机呢慢慢的消耗他的坦克 对方在后排呢又造了一个 其实打到这里呢这个红色 他是有优势的哈 他只需要在中国里面补一个牛车 然后放在上面踩踩宽的话 其实他都可以造两个牛哈 但是他这个红色他没有造牛哈 他以为两个牛车就够了 其实两个牛车呢真的不够哈 一个牛车呢1400 相当于呢两个小灰熊 你看现在大家都不动 两个小灰熊呢发挥不出作用 如果说把这两个灰熊的钱 换成牛车的话 那这个后径呢就比较足哈 现在我们坦克的都不造 多造点飞行兵 因为对方已经呢没什么防空了 他目前对我威胁比较大的呢 就是这部闪便 你看我们现在三个土飞机 对方出了这个多个人 来我们直接给他三发子弹给他整掉 这个时候红色呢跑到上面想过来进攻 他这样进攻呢肯定吃亏 因为我们有小兵加上飞行兵 他又想从中间没关系啊 我们小兵过来一蹲 然后飞行兵打掉小兵 这样子红色他的小兵对吧 你看已经没了哈 然后我们的飞机呢继续炸 红色的坦克刚刚呢是往家里面退了一下 敌退我进 他一旦退的话看到没有 中间呢就完全的失去了 那么目前这个局面我们就已经占据了这个主动权 下方那个游警 他这个坦克过去呢应该是想打掉 其实这个游警呢无所谓 反正我有三个牛色 这个单挑局面最最主要呢是要控制中间 我们小兵往前一蹲 你看他的坦克多个人哈 一过来呢就要被刮杀 然后我们坦克瞬间来到中间 我们这个坦克在这里来回串呢 那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 对方这个时候来了一波散兵哈 这个呢都是惊艳宝宝 我们有几个飞行兵 然后对方来了几个多个人 来吧 我们这个坦克瞬间一拉动 完全的就可以守住哈 然后我们准备在这个机场里面 再来一个土飞机啊 四个飞机的话是可以炸掉他那个空子部 只要把他那个空子部一整 他就没小兵哈 然后我们再来点小兵守住下方 因为他的多个人呢蠢蠢欲动哈 你看我们四个土飞机来了老弟 先把他的机场给他整掉 一换一 一个土飞机换到一个空子 我们雪转 对方的坦克来到上面 我们这个飞行兵加上坦克 一拦截呢他是根本不敢过来啊 这样子红色他根本呢 找不到什么好的进攻机会 他这个多个人加坦克 跑到哪个位置呢 我们就到哪个位置去 反正我们现在呢也不着急进攻 主要我的经济得比他好 对方的坦克跑到上面 又想对吧 你看过来进攻怎么可能 飞机过去炸一炸 然后飞行兵加上坦克过来 他只能呢又跑到家里面去啊 我们现在呢根本不需要着急进攻啊 只需要待会用这个土飞机 再把他那个兵营给他换掉 他接下来有再多的钱呢 也只能造坦克了 而我们呢可以造这个辅助兵种 所以说打到这里呢 对方已经是处在绝对的劣势了 他的坦克跑到上面 我们瞬间一回防 你看土飞机炸一炸 好我炸一炸 然后坦克过来 飞行兵过来 这样子他的坦克呢 又得跑到自己家里面去 他一直呢是想找这个机会进攻 所以说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